一般的痛经我们说 大多数的女孩子都是从刚来月经就开始疼 或者是从来了月经的一两年以后 她的月经规律了变成有排乱的月经以后 开始出现痛经 那么这部分人的痛经呢 我们说它其实没有什么气质性的病变 就没有什么长得有什么问题 绝大多数都是因为经血排出不畅造成的 那么这部分女性随着她生长发育 以后呢子宫会发育的好了 那么结婚以后往往这个子宫发育的就好了 她往往会得到一个缓解 更主要的是在我们结婚以后怀孕生了孩子 那么在生孩子的过程中 子宫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发育 那么变得有力了 那么在来月经的时候经血就排出通畅了 那么在生孩子的时候呢 宫口经过了一个非常充分的一个扩张 那么这个时候宫口也松了 所以呢在生完孩子以后 这种痛经往往呢就消除了 但是呢也有另外一部分女性 她往往是之前没有痛经 那么往往在结了婚 生了孩子以后才出现了痛经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往往就要去找找她痛经的原因 一般呢可能就是一些 激发性的痛经了 她是因为一些疾病造成的痛经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去查的话 比较常见的是因为盆腔炎呀 子宫内膜异症呀 这样一些问题引发的痛经 那么所以呢我们也不能一概的说 结婚以后 或者生完孩子以后 痛经是不是能够得到缓解 Pike掌肥 研 dav 而 相